带着蛮腹的疑惑和不挤 康特再一次回到家里质问母亲 却似乎从未考虑过向那位智慧的老者寻求帮助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昨天 康特在寻找阿祖法和凯撒的路线意外遇到了地主老爷爷 原本以为老爷爷可以给康特提供阿祖法的线索 然而 现实总是出人意料 老爷爷虽然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对这片土地的深刻了解 但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对儿子的担忧和保护欲 老爷爷为了保护自己那个绑架凯撒蠢儿子 害怕带着猎枪的康特做出过激行为 老爷爷深知 康特的愤怒和决心可能会让他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 因此 尽管他内心挣扎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没有向康特透露阿祖法的确切未知 其实康特现在已经非常接近阿祖法的小屋了 老爷爷虽然没有指出具体位置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做了错事 绑架了凯撒 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但同时 作为父亲 他又无法割舍对儿子的爱 因此 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向康特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既给了康特一个寻找的线索 又给了自己儿子足够的时间逃离现场 以避免直接的冲突 康特遇到了一名正在干活的工人 一番询问后 他没有任何线索 非常可惜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康特决定回到自己的小屋 他希望阿祖法或许已经回到了那里 或者至少能从母亲那里 得到一些关于阿祖法的线索 康特一踏进家门 便感受到了母亲急切的目光和紧张的气氛 康特 你终于回来了 母亲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你找到凯撒和阿祖法了吗 康特的心情在失望和愤怒之间摇摆 他的情绪变得复杂而激烈 面对母亲的询问 康特的心中充满了疑问和指责 我一直没有找到他们 凯撒和阿祖法都消失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上次你不留下阿祖法 是不是你的决定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 你的选择让凯撒陷入了危险 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吗 母亲知道康特的愤怒是出于对凯撒和阿祖法的担忧 她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 然后缓缓说道 康特 我知道你很担心 我也一样 但我并没有故意让阿祖法离开 也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们 为了这个家 康特的情绪在失望和愤怒之间摇摆 他无法完全相信母亲的话 康特的心中充满了更多的疑问和指责 你肯定隐瞒了我很多事情 我能感受到 事情并不像你说的那样简单 康特的直觉是对的 老者一直都在寻找康特 而母亲却一直不肯透露给康特 他担心老者真的会在隔壁建房子 害怕老者把他们赶出家门 现在 老者已经成功把凯撒带回去 妈妈阿祖法身边 也知道了阿祖法的小屋地址 但是康特母亲的隐瞒 让康特并不知道老者的关怀 其实 康特只要联系老者就能一家团聚 但是康特母亲并不愿意告诉 康特老者对他的寻找 康特母亲说道 你的卡车被帽子疏疏开去了 你得带着文件去认领才行 你的手机也摔坏了 你最好自己买个新的 康特和母亲的对话持续了很久 但母亲始终没有透露老者的任何信息 康特也在犹豫要不要联系老者 但是母亲却说道 康特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我不希望你打扰他 老者带着孙女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 我不想你的行为给他带来麻烦 他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不应该再去打扰他 康特准备离开这里继续寻找 母亲劝说康特留下 康特立马怒斥道 我要找到我的女儿 你们真的太冷血了 我必须离开 我需要找到我的女儿 阿祖法和凯撒 我不能坐在这里无所作为 你们真的太冷血了 我无法理解你们的想法 虽然还是被母亲蒙在鼓里 但是康特明白 这是他必须走的路 他需要找到阿祖法和凯撒 这是他的责任和使命